雪车的话就是速度快 观察性强 平常的F1 其实它对这个装备的要求其实也很高 不管是对于整个雪车项目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 还是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厂强国的这个战略来说 一辆好的国产雪车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叫周宇 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医院703所的一名高级工程师 也是国产雪车研制团队的一员 雪车项目呢 其实早在1924年就被列为那个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但我国呢 直到2016年才成立了自己的中国国家雪车队 起步比较晚 它是相对来说是小众的 所以大家都不熟悉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项目启动的时候 19年的时候国内是没有雪车的 可参考借鉴的资料非常的少 我们能参考的应该几乎就只有这个国际雪联 它制定的一本有关这个雪车的这个技术标准 所以我们同步也去引进试车 当我们看到这个车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确实能看到这个车上有我们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些地方 但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到可能它上面的有很多我们可以优化的点 我一看我就说你这个明显不是空气动力学最优的一个状态 那我可以优化嘛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车里采用的这个材料 我们现在行间上也用的有比这个更先进的材料 所以说这方面其实大家就觉得还是很大有可为的 雪车看起来不大可能跟火箭的比 它可能就是一个麻雀 但是麻雀虽小啊 武藏俱全 所以说它这里面也涉及到了有空气动力学 然后结构力学材料学等各个的不同的学科和门类 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 背后其实有很多曲折嘛 肯定是 大概是在2020年的11月份的时候 这两个位置都做完了 看上去都挺好的 然后呢当时但把这两个产品放一起装配的时候呢 就发现就是我能这个点能装配上 那另外一点就装配不上 就是这样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尺寸精度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的解决其实都前前后后都持续到可能小一个月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 可能行间人都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我这个任务我轻易不领 我领了我 我还是要尽全力干好 那最终的话 其实就是还是把这个问题给很好的一个解决了 当第一代雪车其实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那种激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是国内真正的国产的第一辆雪车 也被我们的这些运动员 包括外籍专家所肯定 但是同时也泼露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马上第二代雪车研发就开始 这个呢是我们研制的这个国产的碳纤维雪车的这个前段 而融合应用了我们航天三项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 首先呢是这个国产第800级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 第二呢是这个高质量的诚信技术 第三呢是这个低风阻的驱动外形设计技术 这样的一个材料呢 它的密度呢大概是这个钢的五分之一左右 那它的强度呢大概是钢的两倍 那我这样一个轻质高强材料的应用呢 会使得我们整个雪车的这个重心降低 会不容易翻车 安全性也会提升 我们也做过这个风筒实验 我们都能比这个同类国际同类的这个产品呢 风阻系数呢能够降低5%以上 能够提升竞赛成绩大概成绩啊 大概是0.3到0.5秒左右 在2021年的9月10号呢 我们向国家体育总局动机运动中心 然后交付了我们国产的第二代雪车 第二代雪车相对于第一代雪车的话 是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基于我们中国运动员自己的身形特征去打造 会兼顾这个检组和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操控的空间 从结构设计方面我们会做得更加的惊喜 装配的精度更高 有这些连接部位的这些地方 都是沿丝和缝的 其实交付是个里程碑的一个节点 但是呢那个远远不是结束 交付以后我们并没有停止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直在不停地优化和改进 最好的装备是买不来的 为什么要造自己中国人自己的雪车 我们是希望能够助力整个国家的这个冰雪 经济装备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 就推动整个这个这个冰雪行业的一个发展 我也很期待就是有一天我们这个中国的运动员 能够驾驶我们自己研制的这个国产的雪车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能够大放异彩取得好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